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国继续增长 参考经文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四节 历史显示 教会常在受到逼迫时有增长 当初期教会 正在耶路撒冷迅速增长时 因为受到逼迫而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教会同时也在附近地区 广泛开展了 在我当校幕的学院中 我也见到类似的情形 基督徒学生从非洲 亚洲和中南美洲来求学 这些外国学生当中 有不少人很热心地 与朋友和同学分享耶稣的福音 看见借着外地来的基督徒 重振这边教会的活力 神国得以向前迈进 真令人振奋 有些学生 在来到这里之前 是并不认识耶稣的 看见神国欢迎这些新朋友 也同样令人振奋 我经常遇见一些 不喜欢这么多移民 从世界各地来西方的人 但对着眼于天国 而不是专注在国界的人来说 相较于看见神国增长时 感受到的喜乐 这些反对便不算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神啊 我们为耶稣感谢你 祂为我们流血受死 有呼召我们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为祂做见证 我们为你国度的增长 惊叹欣喜 奉耶稣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